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年比较起来 因为学科不同去年是数学小说 那今年是科幻小说 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做比较 不过大体而言 我觉得今年中区的整个找资料的部分 是比较过于雷同 听完一整天你会发现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队伍都会讲AI 那可能因为有机器人的关系 然后呢 讲AI找到的资料也都非常像 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就是从网络上当落下来之后 然后就开始讲 所以你会发现 强人工智慧 弱人工智慧 光这个就多少队伍讲过了 那当然我们评审人家说 那第一个讲的时候 你第一次听的时候会很新鲜 等到听到第五队在讲强人工智慧 弱人工智慧的时候 你就觉得了无心理 所以有人说后面的可能比较吃亏 但是相对的 你前面讲的话 台风的部分就会比较吃亏 所以我想两个夫妇得正大概就差不多 但基本上来我们觉得说 大家读完科幻小说之后 当你抽出里面的科学知识或理论之后 你还要做更深入的功课 否则你跟其他队伍就非常的雷同 一雷同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很特殊的凸显出你自己 我觉得这是今年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去年可能是因为数学小说内容 数学大家都从小到大学过 因此你可以找到不一样的内容 可是AI说真的对国中生高中生而言所知有限 所以你们可能找到网路上的资料 我相信可能很少学生去赞美去数据买本 谈人工智慧的书籍拿回来 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AI 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年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在接下来针对我个人 今天整天的一个重点的评论就是 优点我就不讲了 优点反正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会保持 但缺点我是希望说第一个 就是今年几乎百分 你们假设六分钟 大部分的队伍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讲科学知识 我们中午三位老师在讨论的时候想说 是不是因为评分的比重里面有百分之二十五是科学知识跟科学素养 所以大部分的队伍都花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讲科学知识 比方说AI 可是我们为什么大家读小说 读小说是希望你从小说当中去萃取 萃取你要讲的东西 可是当你讲这科学知识的时候就变成 不是在尬科学 而是讲科学 还像在上课 而且有的人说上来我要报告 我要报告的事 不是请你们来做报告的 你不可以讲我要报告的事 然后里面就开始讲 书中大概怎么样 讲了三分钟 然后接下来第二位就讲书中的科学知识 那我们就一直在等一在等 请问跟整个尬的部分在哪里 就看不到了 所以呢 科学知识当然很重要 可是可能在比例上要再多加调整一点点 好 接下来尬这个字 尬这个字 当然我们在复赛的时候 才会真正彼此的互尬 今天大家只能自己尬自己 或者自己去跟作者尬 这什么意思呢 你读完这本的小说内容之后 除了科学知识 你要去质疑或者挑战 书中作者的一些观点 你才能够尬 否则你就是平铺直述 我只是告诉我们大家说 书中作者的观点是什么 可是我们今天来的不是要大家报告 我们是希望你提出书中观点 你赞成的部分 还有包括你不赞成的部分 因为这些小说的作者呢 他有些可能就是上个世纪 在上个世纪他有这种幻想 很好 可是到了现在已经可能一些不真实了 你必须要提出一些质疑 而不是是完全去顺从 这本小说的整个的架构 像比方说爱惜莫夫的三大法则 很可惜我没有发现 队伍里面有人去质疑这三大法则 到底可不可行 或者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原则 是不是一个机器人 只要符合这三大法则 就可以了 所以中间有一两队 我会问有关于这三大法则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就是大家在整个的说明里面 我觉得简单讲就是 批判性比较不够 因为大家要 我们是青年尬科学 不是青年讲科学 我觉得今天的队伍 大部分比较像青年在讲科学 如果讲科学说真的 我们三个裁判一整天听起来 就会睡着了 所以你要让我们不睡着 抬起头 看你在讲什么 一定要有心意 而不是就是很平铺直述的 我学生说这一点 今天如果被获选 能够进入复赛的队伍 因为到时候已经不是你自己讲 别人会挑战你 当别人挑战你 你又要挑战别人的时候 批判性的部分一定要更足够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想法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 老实讲 能够看到台湾的年轻人 可以在前面试着展现自我 把东西讲清楚 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但就像刚刚刘老师讲的一样 因为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谈一下我今天对整个活动的看法 首先我要谈的事情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觉得 这个事情讲得很有道理 我想上次在工作坊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过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法来 让对方进入到 我们希望他们进入的情境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 在那个之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 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先对这个内容 有更深入的理解 再来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内容 有深入理解 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对它 陈述的时候充满热情 让别人觉得 我的确是非常非常了解这件事情 而且我的确对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有认同的 如果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 对方都无法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我相信他对方也很难被我们说服说 这个东西的确很有趣 或是这个小说 对我们来讲 的确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想在表达技巧上面 我大概要补充这个事情 另外就针对内容来讲 比方说我们可能 很有可能真的是在看的时候 必须要多想想 比方说我举个例 阿希莫夫给我们机器人这个概念 他也提了三个条件 但大家知道实际上 三个条件我自己看起来 我的理解变成是 阿希莫夫好像似乎是希望能够跟我们讲说 他对于科技这件事情的忧虑跟担心 所以他必须先设三个条件来去面对 来针对我们所自己发明出来的科技 所以设了三个条件 其实不是在陈述说 他对机器人这事情到底如何存活 我看的角度是 我认为他事实上是在告诉人们说 你看 我认为人类发明出来的科技 将来似乎对我们有哪些可能的影响 所以我对他设限的条件是这些 其实他事实上是透过小说的方法 在警告人类 或是带领着人类 带领着读者 一起来想一想 那科技对我们造成影响 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它 或者是我们的打从心里面的所有忧虑 大家可以考虑的点有哪些 我猜他很有可能是想要利用这样的方法 或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做这样的讨论 那至于讨论内容是什么东西呢 很有可能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再回来想一想说 科技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哪些 这大概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些感想 谢谢大家 我自己也学了非常非常多 我老实讲我以前真的是一个非常内向又很害羞的人 我是非常缺于在公众前面讲话的 所以大家在前面都可以那么流畅的把你所要讲的事情给讲出来 认为大家都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好的老师 所以今天是谢谢大家 谢谢在场的老师们 谢谢 OK 大家好 我想今天大家忙了一天了 大概已经很累了 很希望早点知道结果就赶快回家了 所以我只补充两点 第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科幻小说跟其他的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科幻小说几乎没有例外的 每一本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批判性 那跟科幻小说做强烈对比的一类小说 就是这个罗曼史 大家想一想看 罗曼史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批判性的 OK 所有的科幻小说几乎没有例外 都有强烈的批判性 所以我今天我最大的失望就是 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对完整的 或者是很深入的提到 他们读的故事里边的批判性到底在哪里 OK 这是相当大的遗憾 那你通常都是说 我们来介绍什么样的书 一下就跳进其中的所谓的真科以及幻科 那对我而言 我看不出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深入了阅读了这一本书 这里边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嘎科学的这个比赛 我们强调的是听说读写 那事实上阅读是整个比赛的基础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事实上教育的核心只有一个 那就是培养阅读的能力 所谓带着走的能力 指的是你可以靠自己阅读 就可以学习到必要的知识的能力 所以阅读的能力是相当重要的 OK 我想这是第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那第二点 就是我们要求的是成队来参加比赛 可是我们看到的情形 是我们看不出团队合作 那只有极少数的队伍 那让我们看出有团队合作 那绝大部分的情形 基本上就是一篇文章分成三段 然后第一位同学念第一段 第二位同学背第二段 第三位同学背第三段 而且是背的 所以那就没有那种自然的口说的流利 OK 那即使是这样做得对 我都觉得他们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好像是你背完你的那一个段落以后 你就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那很多人东张西望 那很多人这个身体体态都已经不对劲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队友在做铺陈的时候 你事实上你的身体的体态 以及你面孔的表情都要表现出支持的态度 而不是像我们一样 甚至像一个路人甲一样 在那边不相干的站在那里 OK 这样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团体合作的表达的方式 OK 那应该用什么样子更进一步的方式来表达出团队合作 那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简单地讲 事实上这种表演是要准备脚本的 那这个脚本不仅仅是你一篇文章做出来以后 分成三段 三个人分别讲 其中一段就完了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要多下一点功夫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刚刚的讲题 从老师们的讲题 我想同学可以学习到很多 如何去阅读 然后阅读我们到底要看什么的东西 那同时从老师讲题 对于进入 接下来进入复赛的队伍来讲 也要注意说如何去准备复赛的短讲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紧张 大家可以期待的时刻了哦 要音效吗 不要 直接公告就好了是不是 还是我们就做一面打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 那我们现在要公布 2018台积电杯青年尬科学 口说中区出赛的晋级复赛队伍 总共有四队 第一队是 福特野马开价200万 第二队是 世界和平 恭喜啊 第三队是 幻想普罗米修斯 恭喜这四队进入复赛 那接下来是中区的后补队伍 后补的话是有顺序的哦 好 那第一队后补的队伍是 爱卜新荣变不见 第二队是 树来 恭喜以上六队 虽然说这一次的进入复赛是四个正取的队伍 两个后补的队伍 但是其他的队伍也是非常优秀 因为你们都得了真文的优选奖 才能够加入我们 参加我们今天的中区口说出赛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先来颁奖 那请各组的选手听到唱名之后上台来受奖 首先我们先请第一队 青尬掐 在吗 好 请上台 然后 秋玉芳同学 许玉杰同学 潘冠颖同学 我们先请刘院长来帮我们颁奖 好 那拍个照好吗 老师跟得奖的队伍拍个照 然后第二队 幻想队在不在 好一个 OK 幻想队 一样请刘老师 刘老师请刘布 好 代表是哪位同学 OK OK 嘿 恭喜 那请跟刘院长拍个照 好 那第三队是废物不分 你我 请问在场吗 好 那没关系 那接下来是第四队 Nibura 得奖的队伍是 未来未知数 请问在现场吗 好 我们请陈玉玲老师来帮我们颁奖 分别是梁宇天同学 黄子文同学 跟许廷轩同学 恭喜 那接下来是最大乱渡队 请问在现场吗 好 不在 没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看 我大概看完了 我看大概完了 队伍 也不在现场 然后 金报中部学科 培训营队 也不在现场 好 那再问一下 那一中串科队在场吗 好 我们请一中串科队上场 临奖 也请陈玉玲老师 帮我们颁奖 恭喜谢成修同学 刘梓成同学 还有陈又明同学 恭喜一中串科队 好 再来得奖的是 一定队 请谢同 李佩宁 曾楚轩同学 上台临奖 请同学站到台上 老师站台上好了 好吧 恭喜一定队 接下来 好 我们谢谢陈玉玲老师 接下来得奖的队伍 是我全都要队 请李承翰同学 叶品君同学 还有陈丽景同学 上台领奖 我们请王道环老师 来帮我们颁奖 好 恭喜 接下来得奖的是 简简单单队 简宇新同学 张伯勋同学 曾简伟杰同学 上台领奖 恭喜 简简单单队 最后一个得奖的队伍是 又宇明年会长高队 请张艺成同学 刘又云同学 还有何承远同学 上台领奖 恭喜所有得奖的队伍 也谢谢王道环老师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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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